大家好我是唐山桌子大崔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 铺子桌之前也就是瓦工进场之前 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 今天呢给大家梳理一下 大家能够更清楚的完成自己 这个瓦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 第一个呢就是隐蔽工程的一个验收 包括啊改水电的水管打压啊 地暖打压 还有我们的这个防水 24小时的一个避水实验 这些工作呢一定要在 铺子桌之前进行完成 因为呢没有完成的话 到时候我们再进行水管打压的话 意义就不大了 第二个啊门窗一定要敦促一下 什么时候进场 啊窗户呢应该是在铺子桌之前 就必须安装固定好 呃门一般情况下 就是我们提前订好之后 在铺子桌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沙子水泥已经进场了 啊这几天正在铺子桌 就安排这几天把门安装上 这样呢是比较好的 第三个你要考虑好啊 厨房和卫人间的包口 是做全包口的门还是半包口的门 提前做一个规划 第四个也是比较容易忽略的 瓦中在铺子桌的过程中 泥沙水泥都会沾到我们的瓷砖上 所以说作为业主的话 应该给他们提前准备一些清理的工具 比如说家里面的破衣服 或者说抹布这些东西 拿到工地来啊越多越好 他们呢更就是说铺完瓷砖之后 能够更轻松的把这个泥沙直接清理干净 这样呢你等到你后期你做保洁也好啊 做美缝也好会更加好清理 很多业主都忽略这个事啊 觉得工人你自己应该清理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清理的布啊 所以说家里面有的话 把这个东西提前准备到位 第五个也就是说一般的 现在如果说你是做半包的话 装饰公司会准备就是瓷砖保护垫 您自己装饰的话就自己把它准备好 瓷砖保护垫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铺瓷砖 每铺一排之后啊 就把这个瓷砖保护垫直接就铺好啊 或者说你铺完一个屋子就把它铺好 这样之后我们的瓷砖 才能够起到真正的保护的一个意义 这个东西啊 比我们后期把这个瓷砖怎么收拾 还要重要啊 一定要做好这个瓷砖保护工作 后期木工进场 或者说粉刷进场才更好用 好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我来催 关注中心每个期间 下期观